第一就算我们很痛苦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荣耀神 其实圣灵充满是很有帮助的 如果我们常常在神的圣灵充满状态之下 是会减少过痛苦的 而人的负面思想情绪是会加强过痛苦的 第一就是说我相信神跟我一起 也都有个心态告诉自己 我现在受苦 但我拔着耶稣 耶稣就很欢喜了 越是有这个心 那个痛苦越是会减轻的 那这个是第一 第二就是说在受苦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荣耀神 为什么荣耀神呢 就是我们在受苦的时候 和其他人不同 我们依然是信靠神 依然是倚靠神 荣耀神 说到神的尾线 但有些人在痛苦的时候 他根本说不出神的尾线 所以这件事是需要 从我们整个生命去建立的 就是由信主的时候 一直都建立这件事的 那由第三 我用我自己作为例子 我知道神很美善 我很感激神 很欢喜神 我很想荣耀神 我也都有心理准备 将来比如受迫伯 或者将来或者 我自己身体的痛苦 无论什么都好 我都会荣耀神的 我都会在痛苦的时候 我不会说 神啊 为什么我侍奉你这么多 我为什么会受这些苦呢 我不会这样去问神 这些我们去到天堂神 会告诉我们 而在我痛苦的时候 我都依靠神 神是欢喜的 所以我就算很痛苦也好 那我会告诉你们 别人听 不要紧的 不要紧的 我依靠耶稣 我又会开心 我有平安喜乐 所以经历平安喜乐 是很有帮助的 还有经历到圣灵的临绽 我现在很平安喜乐 你不用为我担心 好了 另外 譬如到一个时候 就是我自己身体都很差了 我觉得 我很想见到耶稣 都不是错的 就是不是逃避我的责任 我在痛苦的时候 我都荣耀神 但是到一个时候 譬如身体已经很多问题了 我都不能够做到什么 我能够做到的 我会尽量去持守 但是譬如我也做不到什么 那我就觉得 我可以安然见主 那耶稣你接我 那这个我觉得不是错的 就是不一定想死一定是错 不逃避责任是错 还有埋怨神是错 那我们分清这件事 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病痛得很重要 首先我们问自己 我们有没有荣耀神呢 我在荣耀神 神很欢喜的 我现在感谢神 神是很欢喜的 我在病痛之中 我和其他人不同 我能够荣耀神 神是喜悦的 人也都看到我的见证是会受影响的 那我仍然做到这件事 譬如就算很辛苦也好 我继续去做这件事 那但是到时候我发觉 我自己都不能够更多去服侍神了 那我就说 耶稣你接我的灵魂 这个不是错的 很好啊 我明白了 麻烦你了 好 谢谢 其实一个人不怕死 他什么都可以不怕的 我在初信的时候 我就看到教会有中信月刊 我就看了 那它里面说到 你可以要求中信月刊 寄一本书给你 那我要求了两本书的 其中一本就是为主受苦 那为主受苦呢 就是说到 就是形容到 不同国家的受迫白 说到那些人 怎样受迫白的时候 依然暂落得稳 那那时候我已经问自己 如果有一天 人用枝枪指着我 他说如果你信耶稣 我就杀死你 那我在那时候 我都决意 因为我信耶稣 跟耶稣 我是永远得福的 暂时死有什么所谓呢 那所以我已经决意 就算有一天受迫白的时候 我会说我选择 坚持信耶稣 不受影响 那然后到了 过了很多年之后 我就看到网上看到 有些人残忍的程度 那些残忍的酷刑 就是他们很懂的 就是根本不用看什么 就是中国的电影都有的 那些说到那些人的酷刑 是很残忍的 那在这个时候 我可以怎么做呢 那我就会想 第一 我可以亲近神得力 我可以求神去 为我开路 或者减少个痛苦 或者直接是不痛苦的 或者在那时候 他们在那里残忍 施酷刑 我的灵魂就上了天 他们施酷刑 我又下回来 或者是耶稣就接我 无论如何都好 我也不怕 那神是喜悦的 那我 就是处理了这个 就是这个酷刑 这个东西 那我就 我讲我自己的耐心世界 我去看牙医的时候 大家都试过看牙医 洗牙 那他有时 总之用一些机器 在牙区的牙翼 就是在牙翼边那里弄 那就是 有时我们都会很紧张 很害怕 他会不会歪了一点点 我们都会很战经 不敢动 那我就在想 我说如果有一天 这个不是一个牙医 而是一个 敌党神的人 在逼迫我 我能不能够在这个时候 忍受这个痛苦而不害怕呢 所以我在这里看牙医的时候 我想像现在 我是受着酷刑 我可不可以不那么紧张呢 就是我叫自己 就是我时时都去帮自己 去处理这种耐心 的任何的惧怕 就是这个是我在不同的情况之下 我都去操练的 或者有人对我说一些不好的说话 我即时就说 OK 这个时候一个时候 我可以操练不让他影响 依然对他很温和 依然处理我内心 不让他影响 而说正面的说话 这是我已经习惯了的一种思想模式 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的 我们有这种思想模式 神已经喜欢的 神已经很欢喜 这个人 他有这个心预备 他不怕的 这个是神欢喜的事 有没有人有问题想问 牧师我想问 比如说受迫迫是对你而已 你可能顶得顶 比如对你的一个亲朋戚友 做了一些事情 就让你在你的前面 让你看着他们受这些迫迫呢 首先呢 我就跟我太太 和我周围的基督徒都灌输这个观念 有一天真是我们受迫迫的时候 我们深信神会照顾 神都一样照顾 还有神是掌权的 神是可以减少痛苦 或者直接将痛苦免去 或者神用其他方法 而神是纪念的 所以我已经跟我太太说了 有一天如果我受迫迫 你不要在那时候走出来要救我 你救自己 你快点走去 不要紧的 我有神照顾我 不要紧的 我灌输这个观念给他 因为魔鬼是会用 不同的方法 那么我们在那时候呢 我们真的要放手 就是说呢 我爱 圣经讲到 爱父母过于爱我 不配做他的门徒 爱儿女过于爱耶稣的 不配做他的门徒 就是说 我们学习 我们体重的神 如果受迫迫的时候 人人都会受迫迫 那么我就 就是我受迫迫不出奇的 我不用受他的影响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 灌输给我周围的人 还有我在 有时候我们讲到 我都会讲到这些 实际处理受迫迫 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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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观念 让人都能够准备好 不受影响 那么到那时候 我们都放手 就是说 神会照顾他的 我不用背着这个淡子 神会照顾他 那么如果 比如我见到 我的亲人受迫迫 我就说你依靠耶稣 你依靠耶稣 耶稣祝福你 那么我会就算 比如我说这句话 别人会对我有酷刑 我都会说这句话 让他有力 就是我不会计较 他们怎样对我 施酷刑 但是我知道 会是痛苦的 但是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神是答应 他一定会给足够的恩典 来用 我的恩典 救你用 是耶稣说了这句话 我觉得 说就容易了 因为我看过 出戏 他逼你 就是逼牧师 看着他太太 被强暴 强暴 然后 欲打 然后 在他面前杀 就是逼你看 没有机会被你老婆走 是啊 那你眼光光看着 他被人强奸 被杀害 就是你 你会当时 是什么 是否这么顶得信呢 就是这件事 不是说这么容易 所以我们要准备好 所以我们需要准备好 就是说 我有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怎么样预备 尤其当大灾难将会发生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时候 我们更加要准备好自己 就不要告诉自己 到时候不行 我们现在都要学习 就是说 我们尽力去帮助家人 但是家人的问题 我们不能够背着的 我们要学习放手 学习爱神 超过一切 但是呢 我一样是 真心祝福他们 尽力去帮助他们 但是我的心里面 我不会让他们 勾住我的心 就是这个就是我 就是我自己 因为神会对他负责任的 所以我就不用 到时为他负责任 对于强暴 就是强奸 就是很多人的看法 都会觉得很严重 这件事是很严重的 那时候我都跟我太太 说过一件事 我说呢 有一天我去宣教 你跟我一起去 如果当地人 捉了你去强奸 那你会怎么看呢 我都会问他 那么他 他当时 他答得很灑脱的 他说 就是 这件事发生 就发生 就是 那个心 不是 强奸得他 那么强烈的时候 就是当是 好像有个人 就是比如说 他们打我们 去厌刑 迫害我们 那么强奸 其实是一种的方式 那么的时候 他接受的时候 那个心里面 就不会有 那么大的痛苦 但是当我心里面 一路想 哎呀 好羞辱 好 好丑怪 好不公平 那么一想 就越想越痛苦的 所以我们就说 我生命在神的手中 即使 被强奸 我不放在心上 神 喜悦的 神是 神不是喜悦 我们被强奸 神喜悦 我们不给他影响 我倚靠神 神是可以为我们 开出路 或者即使是 真是 被强奸 神都是纪念 和神是永远赏赐的 那么 即是这些的心态 就是说 我们对神的心态 超越我们 对任何一样东西的心态 即是什么 我们都不看为 是 是 是 不能忍受的 或者是 是 顶不顺的 这样 这个 我有没有答到你 我知道 不容易的 那么 我也知道的 我也知道 我现在说 和我到时 是不同的 不过我有不同的情况 我都会想象的 我试过 被人骂 伤害 那时候 我们说 我觉得很不开心 但是我 忽然间有个意念 他现在骂 我都不及迫白 那时候 骂 迫白那时候 不是的 又骂又打 现在 只是言语上 去伤害 但是那些言语 都不是好像 迫白那时候 那么紧要 那么我就说 其实 忍不忍到 是忍到的 就是我不介意 就可以了 那么我真的 就不介意 就说 不要紧要 这个不会 比受迫白更加苦的 那么我就 放手 这个是我 就是很多时候 有困难 我都会 去想回 这件事 去处理的 因为我是 第一 假设 我自己有机会 可能将来受迫白 第二 就是有些 其他人受迫白 我怎么去帮他们 就是我都用这些的意念 去帮助人 将来受迫白的时候 尽量减少那些 跌倒的人 因为耶稣说 许多人跌倒 许多人跌倒 因为他没有心理准备 因为教会可以说 我从未听过 有一个牧师 讲到 你受迫白的时候 怎么面对 我未听过 一个人讲过 这件事 那么我需要 去将这种 教导 传开 等多些人准备好 因为将来 真的受迫白的时候 真的会有很多人跌倒 我见有些 就是文化革命的时候 那些见证 很多那些牧师 相信他都有准备 但是最后 都跌倒 其实他用纵数的方法 不是只是肉体上的折磨力 是精神上的折磨力 精神上的折磨力 其实比肉体更加痛苦 是 但是你也不要忘记 有很多人 在中国大陆被捉去坐牢 很长时间 譬如黄明道 记住了一个 是很长时间 那这个过程一定有 一定有残暴的对待 就是不只是坐牢 但是一样有很多人得胜 就是我们不要听到 有些的情况 就觉得 哇 这些情况 顶不顺 就是不要将这个顶不顺 这个东西放在高位 就是我们需要准备 和我们有圣灵充满的时候 我们就有 随时祈祷 有喜乐 有力量 随时经历到圣灵的运行 我们就可以面对这些 这些任何的迫迫 那这个都是我们处理生命 其中之一 就是说 当真的有很大件事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不受影响 那这个你需要慢慢去处理 就是 最重要是你心里面 你不要一直说 哎呀 到时候那些我顶不住的 我不行的了 就是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就越是这样想 你就越会害怕 但是害怕都是正常 是正常 是正常 但是我们就学去化解 必然要化解的 就是好像初期教会 很多人捉去狮子坑 很多人被火烧 很多人被杀 那神其实在这些情况 是做很多工作 是我们有时不知道的 但是我很深信 这个就是我捉神的影响 我深信神 耶稣和保罗说 他说我的恩典够利用 是真是神的恩典够利用 还有在我们受逼迫的时候 受试探的时候 他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 还有神是掌权的 没有权兵 不是出于神的 这些都是会对我们 加强我们的信心 就是我们时时学习 我坚信神的应许 任何环境我都不受影响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件事 因为我已经处理了很多年 所以我是真的有这个心理准备的 那你来说可能 听过这个信息没多久 所以你需要时间慢慢去处理 就是始终你香港的环境 就是不同的有些世界各地 就是你信耶稣都很大的迫迫 香港是太自由了 就是变成我不敢说 所有香港人都顶得顺 但是起码在我来说 就是就是我可能人生里面 不是那么多的就是 肉体上的迫迫 精神上的迫迫 就是我是觉得如果面对这些 所谓这么大的挑战 肉体上的精神上的迫迫 我自己觉得 我是否真的可以顶得顺 就是这个是我自己面对 就是说真的说就很容易 就是实实在在 你面对这个问题去发生的时候 那才是看到你是否真的顶得顺 我们就从日常生活 有人伤害我们 迫迫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在那时候学习 化解 有这些小迫迫化解 我们大迫迫就可以化解 就是任何人对我有迫迫 任何人对表达 不欢喜我们 委身爱神 任何的负面说话 我们就学习在现在 我不放在心上 心里面说 这些人 根本他做不到任何事 人能把我怎么样 我就不放在心上 从这些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不是只有空口 说白话 我们真的是粗练 粗练处理生命 高度的处理生命 任何一件事都不受影响 那你做到这件事呢 你将来你就受迫迫的时候 你就容易很多 因为你会说 其实这些人比我们更惨的 他们比我们更惨的 他们落地獄是很惨的 神也可以现在击杀他们 神也可以现在拯救我们 好像 神叫他出监狱 神可以叫我们 他们绑着我们 我们都可以走下去 走下去 他们捉不到我们 神可以用任何方法的 在我心中是很强烈 心信 神掌管一切 所以我不会 不会觉得 他们是优势 我是觉得我们是优势 这个是在 心中处理 所以你有句话 你重复说了好几次的 我希望我们都留意这句话 你说什么 说就容易 但我告诉你 不是一定的 我说的时候 我因为已经处理过很多次 还有我真的实际生活上处理 这句话有时 人们会用这句话 令到有些人觉得 说就容易做就做不到 我们真的在做 所以我们不只是说 我们真的在做 OK 因为我听我自己教会的传道人 我不太喜欢他这样说 他在大家 弟兄姊妹说 如果有一天我受迫伯 我忍受不了这些痛苦 有时被人虐待 我认为我可能会宣布你的名字出来的 我认为为什么一个传道人会这样说呢 你虽然说心里被害怕是正常的 但是我从来没听过一个传道人 这样公开来说 如果我受迫伯呢 我受不了痛苦 我可能会宣布你整个教会的名字出来 那他说这件事是什么 我想问他说这件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忘记他之后再说了什么 总不知他就说 我不能受到这个 这件事的虐待 如果我受不了的话 我可能会捉取这个行动 虽然可能你或者是说笑的形式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这样去对会众来说 不多不少会觉得 连传道人都会这样 那我们怎样呢 所以我们这个教导是需要传开 传开给更多人 或者我 你都是可以 你都是可以 你都是这样想 对吗 是 或者我就将这个部分 关于这个受迫伯这里 我可以剪了它出来 成为一个独立的片 独立的片就讲到 如果我们受残酷的刑罰 受迫伯的时候 我们如何面对和处理 有些人搜索可以找到这个题目 我想姐妹你要感谢神 真的神今天是给一个 神知道你心里面的事情 所以今天给一个 很好的正确的教导 就算全道人都是 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 所以今天你知道正确的教导 有朝一日你会感染回去 还有那个不喜欢 都要搞出来 对你自己都没有什么好处 对啊 你就是 跟神讲 还有 神今天就差牧师来讲给你听真理 那你知道这个真理 你应该分气快乐 对不对 祝福你 谢谢 多谢你所分享的说话 圣经是清楚说的 为主受迫伯是有福的 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那我们用这些来鼓励自己 还有今生神都会 叫我们经历一个极大极大的 能力和恩典 在受迫伯的时候 这件事我们现在不能够说出来 但是事实上是有不同的人 是有这些经历的 那在那个DVD的series 以前我看过这个 耶稣在中国 他又说到有一个人 他就在受迫伯坐牢 那他就他就想尝试吊颈 不是他 不知道吊颈 电死自己 为什么那些电不够强 所以电不死 那他然后他问神 神啊我好苦啊 耶稣就说我的恩典够利用 那他得到安慰 这个在那个耶稣在中国 那个series 那个影片 因为我现在已经 没有了那个DVD 因为我搬屋太多次数 已经没有了那个影片 但是这个是我 记得回当时一幕 也希望我们能够处理 并且说 神是掌冠一切 就是心里面总是加强 神掌冠一切 我的心里在神手中 就算受迫伯的时候 神在这里 神是会加力的 给我们额外的力量 也都叫我们在当时 说的那些说话 是敌人 敌不住 挡不住 是他们不能够 拦住的 我们的智慧是敌人 不能够拦住的 那这个是 就是我捉紧神的应许 神可能到时 给我一句说话 忽然间说出来 哇 那个人听到都忽然间 觉得很惊讶 很受惊 就是譬如我能够 在当时一说一句说话 说得出他一些面对实际的问题 就是神启示我的 或者说出一些说话 打动他的心 他忽然间说 咦 原来你真是 你所信的神是真的 就是可以是这样的情况 OK 还有没有人说 今天牧师你忽然间提起来 真是为二受逼迫的人 是有福了这一句 是八幅的其中一幅 但是很少人是很深入的去 具体的去进入这个真理 真的谢谢你 由小时到大时 都是这样 有这个为二受逼迫的人 是有福了 挺好的 真的 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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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真是说 帝兄姓的 反恶者就靠着高阳的补血 自己见证的步道 还有虽止于死 又不可意识生命 嗯 是啊 这个就是一个 德性的心理状态 是啊 就是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这样 那就有德性的可能 要不然就是做死的奴隸 多谢你 牧师 嗯 多谢你分享 OK 好了 那我们现在祈祷一下 求主加力量给我们 帮我们放手 大家可以站起身的 放松个人 听我的天父 多谢赞美你 因为耶稣自己首先是受逼迫 并且是残酷的刑罰 然后被钉十字架 也是很羞辱的刑罰 因为当时钉十字架 其实是脱了所有的衣服的 是耶稣是在众人面前受羞辱 神的儿子受羞辱 受逼迫 很残酷的刑罰 很大的痛苦 但是 耶稣基督在当时来说 他是完全把自己交托给神 神是 真是善待一切信靠你的人的 神与我们同在的 我们在受逼迫的时候 神总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 神可以叫我们 经历到神的同在 经历到神的爱 神的能力 在我们受逼迫的时候 都可以经历 圣灵的临在和能力 求主帮我们 在平安的日子 就多亲近神 让我们 随时经历到神的喜乐 和力量 让我们 在任何情况 即使是普通的疾病 我们都能够 在疾病之中 能够 在有神的 圣灵的同在 以至 疾病的痛苦是减少的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时时多去亲近神 时时活在你的同在之中 多谢天父的大恩 多谢天父的大恩 多谢天父的大爱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受任何迫迫 我们都不惧怕 因为神必永远纪念 也都当时是会赐给我们 很大的恩典 多谢主 多谢耶稣 因为主耶稣 是唯一的 这个世界上的宗教领袖 是 真的 自己受迫迫 自己被杀 我们看不到其他宗教 是这样的 而耶稣 被杀之后 是从死里复活 升到高天 就是说耶稣 是为我们而捨己 和献上生命 并且是 得性有余的 我们都 和耶稣一起得性有余 多谢天父 耶稣有你真好 主耶稣有你真好 我们愿意献上一切 我们愿意 靠主处理我们的生命 就是说我们不惧怕 我们深信神的照顾 帮助我们的信念里面 事事主要是相信神的照顾 不是夸大那些痛苦 是不夸大敌人的力量 是夸耀神的能力 和神的慈爱 神的陪伴 我们就在一切困难中都有力量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謝天父 有耶稣万事足 主帮助我们献上一切 主帮助我们献上一切 爱你超过任何的人 我献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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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求你帮助我们 献上我们的生命 我们在日常生活 任何的情况 我们都学习去练习 处理生命 就是任何人对我们有伤害 任何罪的意念 任何负面的思想 情绪出现的时候 我们都不被他影响 我们就刻意靠着耶稣 深信神的大能 神的爱 神的照顾 深信神的祝福 我们就不被这些影响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的信念 真是说 整天都深信神是掌权的 神是话事那个 神是大能那个 在一切的困难中 你是掌权 你是有大能的 我们就全心信任你 信靠你 将我们整个生命 交在神的手中 靠你使用我们 去到最高的层次 进入神 你的最高的计划 让我们整个生命 给你大大的发挥 多谢天父 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神是喜悦的 神一定会赏赐的 所以我们乐意 侍奉神 乐意献上我们的生命 多谢天父的大恩 多谢天父的大恩 我献上所有 我献上所有 天与尘爱 宝贵耶稣 我献上所有 多谢天父 主求你帮助我们 处理我们里面的惧怕 我们的担心忧虑 主耶稣帮助我们 坚持深信 神你是掌权的 没有权兵不是出于神的 所有世上的权兵 都在神的手中 所以我们不需要被任何人影响 所有任何人 无论他有什么权势 有多大的能力 多大的智慧 财富 我们都不需要惧怕 我们有神 我们有一切 你已经将万有赐给我们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写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 白白的赐给你们 神已经将耶稣赐给我们 都将万物一起赐给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专心仰望你 全心仰望你 感激耶稣 赞美天父 将生命献上 全全的被你使用 O耶稣 耶稣 我献上所有 耶稣 求你使用我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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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上我 主耶稣 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 耶稣 主帮助我们 专心仰望你 心里就不惧怕 不忧虑 不担心 深信你的大能 深信你的大爱 我们全心仰望你 有神万事足 神一定会照顾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听神话 爱神的时候 神就为我们预备 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所以当有一天 如果我们受迫白的时候 我们是会经历一个极大极大的恩典 是我们一生人从未经历过的 在当时我们会经历神很大的恩典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神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 有可能很大的爱 很大的喜乐 很大的能力 或者不受那些痛苦的影响 当时你是得性的 求主帮我们去想神你的得性 神你的大能和慈爱 而不是去想敌人 他用什么诡计 用什么方法 不是去想敌人 那些残酷的程度 去到什么程度 而是我们强化 我们心中对你的信任 因为神是必然 照着你所应去做的 你的恩典救我们用的 你答应了的 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 必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让我们能忍受得住 我们就深信你的恩典救我们用 也圣经有说到 我们现在所受的 至暂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 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至暂至轻的苦楚 很短暂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是极大极大的荣耀 可能比我们一生人所做的 荣耀更加大 当我们受迫迫的时候 暂落得稳的时候 我们所得到神赐 给我们的荣耀 是比任何时间 我们所做的更加强烈 因为神喜悦 神就祝福私恩 帮助我们有这个信心 也都知道真是世界末期 是快要来到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气候的转变 周围的地方很多的水灾 很严重的水灾 很严重的热浪 很严重的旱灾 饥荒 地震 战争 随时会发生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真是一个很危急的边缘 和经济 很多国家都在一个破产的状况 或者破产的边缘 都是一些很困难的情况 主求你私恩 帮助我们预备好 迎见你回来 你都能够随时传福音 尤其在平安的日子 我们更加努力传阳福音 努力拯救灵魂 更新人的生命 能够在网上发出不同的信息 去鼓励人 神就喜悦 神就祝福 主求你赐给我们胆量 去冲破这一切懼怕 帮助我们开始去 讲一些见证 放在网上去鼓励人 这样的时候 神就使用我们的生命 去祝福更多人 更广阔的影响力 多谢天父 感谢耶稣 我有耶稣万事足 神会喜悦我们所做的 所以我们有力量 哈利路呀 哈利路呀 我有这喜乐 哈哈 主耶稣知及我 我有这喜乐 哈哈 主耶稣知及我 我有这喜乐 哈哈 主耶稣知及我 哈利路呀 哈哈 哈利路呀 哈利路呀 哈哈 我有这力量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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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世界所持 被世界所能夺去 哈利路呀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我们有的福气是世界奪不去的 我们有的喜乐是世界不能夺去的 我们有的权并 我们有的盼望 有神的计划 这些是世界奪不去的 我们能够得着神封盛的恩典 求主帮我们注目在神封盛的恩典 深信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人心未曾想到的 想都想不到 看都没看过的恩典来的 是神为我们预备 我们就很深信你的大恩 我们就放下世上一切的苦楚 一切的困难 不要紧的 这些一切都会过去 所以我们靠着耶稣 可以得胜有余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哈利路呀 我们靠着耶稣 得胜有余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哈利路呀 耶稣是得胜的主 哈利路呀 靠着耶稣 得胜 靠着耶稣 得胜 多谢天父 神赐给我们得胜的生命 靠着耶稣 得胜 得胜有余 哈利路呀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哈利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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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哈利路呀 感谢天父的大恩 多谢天父的大恩 多谢天父的大恩 我们享受你 从你得力 从你得着恩典力量 多谢主 感谢主 祈祷奉主耶稣聖命 阿们 哈利路呀 感谢主 感谢耶稣 主祝福大家 主加力给大家 刚才是这样 你带我们这样去祈祷 我刚刚才 昨天才 就是昨天 还在那里 刚刚被人 就是当人家勉勉 用手指指着我来 骂吧 就是说 譬如说 你做到这件事 就说 我就做不到 这样就指着 人家当然做到了 是你做不到而已 就是这样 大声 在动人的面前 就是这样 用手指指着来 就是说我 就是这样说 其实我都没有说过 那我说 那无端端 为什么这样说我呢 我只不过是看他一眼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觉得我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不明白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我 所以我都没有出声 但是我就有点生他 真的 我跟他又不熟 我只不过是 见过他两三次而已 根本又不知道 是他什么人 所以 我觉得他很奇怪 就是他 我就看到他 很强 很强硬 就是很喜欢出面 就是很 很喜欢 就是凡事可能不会认输 那只 总之 你跟他说一句 他可以 说你十二句 总之他赢了 无论他对错 都要 把那些歪 变回正 在他那里面 我就生了他 我就 就是 我就真的 不理他了 他翌日问我 我真的 还是很生气 我都是 不是很想认他 不想和他说话 我实际上 很想 不在他的视线范围 我的感觉 总之我生气了 我刚才听到你这样 我都 原来 是 这样做 其实我都有 刻意去处理 这些问题 不是单止这次的 以前 那些人都看不起我的 都会觉得 你来做 这样 用那些怀疑的口 就是那个 口吻地跟你说 你就会觉得 自己都会 逐渐逐渐 会觉得自己做不来的 别人叫你做 我行不行 都会这样问的 所以 就会 其实 我觉得看到这件事 其实不是这么难 但是都会 很容易这句话 就会出来 所以就会 拒绝了很多 事情 不想去做 不做就不错了 做这么多做什么 不说就不会错了 就会用一些这样的东西 来 好像一些控訴 那样 所以刚才 我就 就是 聖令 在当中 就是 帮助我 把这些东西 好像轻了 那样 没那么辛苦 没那么抑郁 好像这些东西 真的很难 去说 事事刻 可以做得到的 我觉得 好像牧师里 那样 万中无一 那麽 那麽 我刚才 你带我们去祈祷这一刻 那麽 就 不再 生氣 那个 我都没有做错 或者 我做什麽 又不是 那麽 我觉得 很多时候旁观者清 当局者迷 就是这样 我昨天又是做一样 她自己不做 不方地什麽都叫我做 她就站在那裡繞著她的手 但是我做的事情 她總在旁邊指指點點說的 但是當後面那四個人都做我同樣的事情 但是每一個人都是做得比我的還差 我就好像就有說了一句 我說你不是你親手下去做 你是不會知道你看看這件事很簡單 但是當你真正下手做就不是那麼簡單 但是旁邊的那些人都是 你不是你做你又怎知道 原來下手做真的這麼難的 是真的後面那四個沒有一個人做得到的 然後又慢慢慢慢 最後人家都覺得是了 因為她從來沒有做過 就在那裡點你 你在做一下安排什麼就指著你了 不指什麼都不會動的 就叫你去的 但是由旁邊這麼簡單的事情都做不到 這樣吧 嗯嗯 OK 這個呢 多謝你分享 也感謝主她幫你處理 那我們 有些人無理取鬧 或者她是很容易被冒犯的 那我們怎樣處理呢 就是能夠盡快處理 因為呢 你來說你就昨天到今天你處理了 那是很好的 那如果譬如說 我們不是今天說這個主題 可能你還會心中繼續積壓著 就會影響我們跟神的關係 以及失去了神的喜樂 以及失去了憐憫人的心 慢慢積壓 積壓 就會對於人呢 有一種很負面的看法 就覺得這些人真是差了 真是哎呀 我好不喜歡這些人了 那就會影響了我們那個對人的心態 那而神給我的教導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分辨到他的問題 這一點是我們需要做 但我不是判斷他死罪 我知道他是什麼人 我知道 我知道他很容易受影響 我知道他可能 他可能有些傷害他處理不了 所以他會這樣爆發去傷害人 或者他受了世界的價值觀影響 所以會傷害人 那而我覺得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是很寶貴很寶貴的 所以我就不介意 重點就是 我不介意 因為我的生命的寶貴程度 是超越了 這些 他對我說的這句話 其實在神的眼中 其實將來他都要面對的 其實他是 他是很淒涼的 他是慘的 因為神要他面對的 那我們就說 那我們就不要背上身了 那這個就是我刻意 明知道他是有這個問題 我明知道 但是我分辨到他的生命問題 我就立刻 跟自己說 不需要放在心上 其實他比我慘 我祝福他 反而我是得性的 我反而對他的態度不受影響 去祝福他 那這個就是得性了 所以無論是什麼情況 有些人針對我們 或者我們幫那些人 很難幫 他們又會有時反彈 我都照樣說 人就是這樣了 我照樣做神所吩咐的事 那我就希望有幫到更多人物 好像有這些我所說的教導 就是不受人影響 任何情況都是 神最偉大 神滿有能力 神滿有恩典 他的恩典救我用 OK 好 多謝你分享 多謝牧師 多謝 多謝主 好 那我們今天到這裡為止 求主祝福大家 你這樣試一下 多些去 操練去處理生命 那如果當你處理生命 有得性的 那你都可以回來分享 OK 好了 多謝你們 還有我也鼓勵大家 如果你想放上網 將你的見證放上網 是會祝福人的 那我需要學習 放下我們的 自我的害怕 就是害怕死 我放上網 很醜怪 如果你覺得很醜怪 你首先可以 先放錄音 放錄音 然後放一個圖片 在這裡 譬如你用手機做 你可以這樣的 拍著一幅 聖經的經文 或者拍完一本聖經 那你一路錄音 它就變成影片 就是你是用 這個相機的攝錄功能 譬如你 可能你 找張紙 如果簡單的 就找張紙寫一個經文 或者如果你有電腦的 你在電腦那裡 將這個經文打出來 然後就拍著這個部分 那如果你用電腦 也可以用電腦的 攝錄功能 不過這個比較複雜一些 手機比較簡單 那你就拍著電腦的經文 然後跟著你分享 那就不拍到你的樣子 但是如果你不介意 沒所謂啦 我的樣子 不要緊要的 我一人看到的樣子 會容易看的 就是會有動力去看的 那當我們這樣見證 神就歡喜了 我都希望大家會有這個心 如果你有這個心去做的時候 我也可以幫助你 還有我將你的影片 可以放在我 我們的YouTube 就會影響更多人了 OK? 好了 祝福大家 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